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议解释电影 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恶魔用歌声诱拐少女》 然后取代他们的身份回家的恐怖片《士童魔》 故事发生在一个森林里,两姐妹在玩捉迷藏 姐姐红发女在手术 躲起来的妹妹忽然听到一段歌声 就不由自主的跟着歌声走到了森林深处的一个山洞外 洞口放着一个没了眼睛的布娃娃 突然一道黑影袭击了她,把她拖进了山洞里 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一晃时间过去了三十年 女主小美出场了 她是个孤儿,被一对夫妻收养了 夫妻俩还有一个女儿叫小丽 她们一家四口也住在森林附近 孩子们每次外出都要穿过森林 这天小美和朋友们遇到了一个怪人 看着一头红发就知道这是长大了的红发女 一个朋友说这个红发女是个疯子 她当年放了一把火要把自己和家里人都烧死 小美也没在意,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回家途中小美打算和闺蜜去偷偷的抽根烟 就让小丽自己先回去了 可当小美回家后却发现小丽根本没有回来 养父母悲痛欲绝,小美也非常自责 但第四天晚上,小丽竟然自己回来了 除了有点脱水,啥事都没有 对自己走丢这几天的事也是闭口不谈 可小美很快发现小丽回来后似乎变了不少 大半夜的不睡觉,喜欢站在外面吹风 把家里不娃娃的眼睛全部扣掉 还经常去调戏她以前很怕的邻居家的狗 这天,小美带小丽去超市 在门口又遇上了红发女 红发女一看见小丽整个人都实话了 惊恐地警告小美 这个人根本不是你妹妹,她很危险 但小美只当她疯了,没往心里去 一天晚上,俩孩子被独自留在家里 一时无聊,小美提议玩捉迷藏 结果玩着玩着,小丽就不见了 小美一路找到了森林里 小丽没找着,却看见了一个小女孩 这不就是红发女的妹妹吗 十年了还是小孩的样子 看这事就不简单 小美回到家时竟发现小丽就坐在家门口 还说她一直没有离开过 几天之后,邻居家的狗失踪了 而刚好小美回家时在森林里见到了狗的尸体 还被戳瞎了眼睛 小美有点怀疑是小丽干的 又联想到之前红发女说的 于是上网搜索红发女送火的新闻 原来当年红发女的妹妹也是失踪了几天之后 又好端端的回来了 但红发女却觉得回来的妹妹是怪物 就一把火烧了自己家,试图杀死怪物 小美和朋友一起找到了红发女家里 红发女告诉他们 森林中的怪物叫士同魔 专门用歌声诱拐孩子 把他们困在老巢里 自己则伪装成他们的样子回家 红发女还说大伙根本伤不了士同魔 唯一打败士同魔的方式 就是找到被困孩子的真身 解除士同魔的伪装就能打败她了 说着便拿出自己妹妹的照片怀念 小美注意到照片上的人 就是自己在森林里见到的那个小姑娘 原来她是红发女的妹妹 难道自己看到了鬼魂 回家的途中小美又在森林里见到了小女孩 她突发奇想 认为跟着小女孩或许就能找到士同魔的老巢 于是和朋友约定第二天去森林里救小丽 可幻化成小丽的士同魔发现了他们的计划 于是放学后的小美就被警察带走了 理由是红发女家被烧了 没想到红发女的尸体旁却发现了小美的手机 小美一猜就知道这是士同魔在作妖 但也解释不清 而跟小美约好一起去森林的朋友 放学后没有等到她便自己先去了 结果刚到森林就遇上了士同魔 就这样送了人头 回家后的小美得知了朋友的死讯很崩溃 气急带坏的告诉养父母 眼前的小丽是怪物就是她杀的人 但养父母根本不信 晚上小美拿出剪刀想要偷袭怪物 可根本伤不了她 两人打算一团 这时养父母冲了进来 以为小美要伤害自己的女儿 小美很寒心 感觉自己果然只是个养女 于是跑了出去 来到了闺蜜家求安慰 可半夜闺蜜家突然停电了 小美意识到不妙 赶紧去找闺蜜 结果只找到闺蜜的尸体 双眼还被残忍的挖去了 而士同魔就站在尸体旁 小美赶紧逃跑 士同魔追了上来 两人再次打坐一团 关键时刻红发女冲了进来 她拼死拖住士同魔 让小美去找怪物的老巢 小美跑到森林里 小女孩又出现了 她让小美蒙住双眼 把她带到了山洞口 小美顺利找到了真正的小丽 这时家里的假小丽 瞬间变回了士同魔的样子 差点没把养父母吓死 这回总算相信她是怪物了 而山洞里小美抱着小丽正要离开 士同魔已经赶了回来拦住小美 两人第三次打坐了一团 只听洞内一声惨叫 小美走了出来 看来是赢了呀 很快养父母找到了他们 家人抱坐一团 可小美显得有些呆滞 一切终于归于平静 可小美的眼睛突然变得漆黑 显然此时的小美 已经不是真正的小美了 看来事情并没有结束呀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